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是需要订金的 那如果我是不确定的话 我就会使用Bookings 上面呢有很多就是可以先预订 可是呢不用付订金到现场再付款了 那这些订房的平台呢 你也可以推荐给你的朋友使用 那你们互相都会获得一些旅游基金 可以省下一些钱 再来有很多人不知道的就是 如果你在一个平台上面看到的价格 跟另外一个平台上面的有差一点点的话 你可以直接截图email给那个平台 然后跟他说别人家的跟他家的价格 一般上他们都会降价 根据那个最低的价格给你订到房 再来就是订机票啊 订机票的话也是有很多的平台可以给你查询 在上面订机票 可是呢一般呢我都会先在这个平台上查了 然后再去那个航空公司的网站再去看价钱 直接在航空公司网站看的呢 会比较便宜一些些 可是有些像是邪神王这些 他想要你在他的平台上消费的话 他可能也会比航空公司更便宜一点 那这个你就要互相比较一下 才会订到最便宜的机票 再来就是旅行最重要的就是做功课啊 那我最常用的就是有 马蜂窝、穷游网、背包客栈、Lonely Planet 还有那个微博 这五个平台呢都会得到很多的不同的资讯 其实马蜂窝的资讯很全面 然后也有大量的邮寄可以参考 穷游网呢就是比较适合穷游的人 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省钱的资讯 然后背包客栈这个论坛呢 也是有很多背包客一起更新的旅游资讯 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好的文章 Lonely Planet呢就是号称背包客的圣经 那它是纸本的 里面的资讯也是非常的全面 然后很多背包客人手都会有一本 微博就是比较适合懒做功课的人 因为里面的攻略都很尖短 大概五到十分钟就可以看完 省下很多时间 那做完功课就要开始找景点了吧 找景点我觉得这个Google Map 是一个最伟大的发明 因为它上面可以储存很多的资讯 然后你可以规划路线 如果没有Google Map的话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知道 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迷路着了 再来呢现在也是有很多的购票平台 像是KKD,KLOK,去哪儿,携程这些的平台 那它们呢都是可以先事先预订门票 或者是帮你规划一整天的行程配套 但是呢我还是比较习惯到了当地 再问当地的价格 再跟网上的比较 看哪一个比较偏 我才决定在网上买还是在线下预订 还有就是TripAdvisor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资讯也是很全面 可是呢我比较常用它来找餐厅或者是美食 里面有不同的分类 通常呢我都是找cheap eat这个分类 里面呢有CP值很高的餐点或餐厅 那还有呢就是cost shopping cost shopping呢它就是送上沙发客 通常呢就是要求人家可不可以收留你当沙发客 可是如果你很抗拒这个话也没关系 因为呢它上面还是有很多背包客的聚会 通常呢都是免费的 那你可以在里面认识更多的人 然后也可以参与一些活动 那其他找旅办的网站呢 像是穷油网啊或者是背包客栈也是可以找到旅办 或者是简人网或拼车网也是有这类型的网站可以参考 再来呢就是有道翻译官 有时候去到语言不同的国家呢就可以用这个有道 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呢它就可以直接拍照然后翻译 像是有时候你去到餐厅 然后看到一个密密麻麻的字 不懂它上面写什么的话 你就可以用有道翻译一下 大概知道它上面是什么 虽然不会很精准 可是你大概知道里面的猜测是什么 那另外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也有一个apps叫Tourlina 那是开发给独自去旅行的女生交友的apps 那如果你想认识其他的女性背包客 或者是找人一起吃饭一起玩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它 可是呢里面呢多数都是欧美的女生比较多 像亚洲的呢就比较少一点 那以上呢就是我总结我平常最常弄到的apps跟网站啦 那喜欢的话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